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171集 夏末没空去接小糯米 刘露看着小凡气呼呼地走了 心里可高兴了 夏末陪刘露吃了两块蛋糕 就没有再吃了 刘露蹭了蹭夏末 哎 你看 瞧他刚才黑橙黑探色的脸 我就想笑 夏末看了刘露一眼 你差不多就得了 我们以后还是同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刘露抬眸想了想 点了点头 又加了块蛋糕放在嘴巴里 嗯 哎 你怎么都不吃啊 夏末看着资料眼神暗了暗 抿了抿露出一个笑脸 啊 你吃吧 我中午吃太饱了 现在吃不下去了 除了肚子不饿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这是那个大明星 让穆罕宇让人送过来的 那个小凡说的没有错 穆罕宇那种人 他才不可能自己安排点心 送过来给策划部 虽然 他的这一份比其他份都多 这是为什么越是如此 他越觉得甚得慌 刚刚吃那两个 不过就是想让刘露 不要担心他而已 现在觉得怎么那么腻 腻得有点恶心 夏末喝了口水 又开始做起了策划案 刘露也吃得很饱了 然后也开始认真地做起事来 小凡黑着个脸出去 然后得意洋洋地走回了位置 他看着夏末桌上剩的那半盒点心 虽然还是嘴馋 但是却没有刚才那么妒忌 反正 明天他就可以去美食方吃饭 他一定会多拍几张照片 回来炫耀的 而且 艾米已经把策划案修好了 发了过来 他想 不管夏末这次多么努力 他的策划案都不可能赢他的 想着赢了夏末之后 这个碍眼的夏末就得离开策划部了 想着心里也平衡了一些 然后打开邮件 看了艾米修改的那份策划案 打印了一份出来 同小赵商讨去了 刘露听了夏末的话 也懒得再刺激他 毕竟夏末说的没有错 以后夏末天天在这里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他就不给夏末惹事了 而且这大半天已经过去了 他还有好几个节目没有筛选完 夏末那篇倒是已经开始着手写策划稿了 夏末的闹铃响了起来 夏末担心自己忘记去接小糯米 给自己设了一个闹铃 但是今天 他的策划案才刚起了个开头 他得先拟个初稿出来 然后再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他的策划稿 关乎他可不可能在策划部继续上班 所以他不能马虎 不能掉以轻心 夏末想了想 还是给糯米的老师 孙老师打了个电话 夏末说 孙老师 是我 安安的妈妈 我今天有些事情 我会让李妈过去接安安 安安认得她 方便让我跟安安说句话吗 孙老师很快地把夏安安叫了过来 安安 你妈咪给你打电话 小糯米粉雕欲灼的脸上 一双灵动的眼珠子 圆溜溜地转了俩圈 妈咪这时候给她打电话 找她有事吗 她伸出白皙的小胖手 接过孙老师递过来的手机 妈咪 你想我了吗 软糯可爱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嗯 妈咪想你了 你在幼儿园 有没有乖乖的 夏末听到小糯米的声音 整个人都温柔了下来 妈咪 我可乖了 我今天还得了个小红花 一会儿是我们的舞蹈课 老师说 我们学会了 就可以回家跳给爸爸妈妈看 妈咪 等晚上我回去 跳给你看好不好 小糯米开心地说 夏末顿了顿 有些为难 嗯 糯米 妈咪今天第一天上班 事情有点多 你改天再跳给我看吧 还有 今天我让李妈过去接你 小糯米沉默了一小夏 夏末又连忙说 我怕太晚去接你 小朋友都走了 就剩你一个人了 小糯米 抿了抿粉色的小嘴 灵动的毛子变得深沉 他低声地问道 那 把鼻呢 把鼻能来接我吗 夏末握着手机 愣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啊 那个 你爸他也忙 还是让李妈去接吧 小糯米的眉心醋了醋 孙老师看到小糯米不悦的神情 知道糯米是想要爸爸妈妈过来接他 他蹲了下来 将他软乎乎的小身子给抱在怀里 看着小糯米那粉雕欲灼的小脸 用眼神给了他安慰 电话中有一会儿的沉默 小糯米才缓缓地说 好吧 那你晚上回家吃饭吗 夏末说 可能不回去吃饭了 我跟你刘露阿姨一起在做事情 但是我晚上会回去的 夏末似乎能感觉到小糯米的不安 故意告诉他 他是跟刘露在一起的 刘露也出了声 嗯嗯 小糯米 我跟你妈妈在一起 今天事情有些多 你妈妈要晚一点才能回去 小糯米问 真的会回来吗 嗯 妈咪保证 夏末回答 小糯米又说 那妈咪晚上一定要回来哦 嗯 在夏末的再三保证下 小糯米还是答应了 让李妈过去接他 挂了电话 小糯米嘟着嘴巴 咕噜噜的大眼睛水雾盈盈 孙老师揉了揉小糯米揉顺的头发 安安 老师拿个小糖给你吃 吃得嘴巴甜甜的 就不难过了 好不好 小糯米抿了抿嘴 没有说话 硬霜灵动的眸子 向门口看去 那安安 我们去学跳舞好不好 然后妈咪回家 就可以看到很厉害的安安了 好不好 孙老师又看着小糯米说 小糯米抬起笑脸 认真地看着孙老师 我会跳舞了 把比妈咪会不会 就经常回来看我跳舞啊 孙老师的鼻子一酸 小糯米虽然长得乖巧漂亮 而且也挺会照顾人的 可是总感觉他没有什么安全感 以前以为是刚入园的孩子都这样 但是似乎不只是这个原因的 孙老师看着小糯米点了点头 嗯 会的 然后伸出手 看向小糯米 小糯米看了看孙老师 伸出他白嫩的小手 牵住了孙老师的手去上舞蹈课 夏末挂了电话 出神了好一会儿 刘露看着他 问道 怎么了 夏末还没有把小糯米 是沐寒宇的亲生女儿的事情 告诉刘露 现在 也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夏末摇了摇头 啊 没事 糯米想我去接他 今天就不去接他了 我给李妈打个电话 让他去接糯米 夏末给李妈打了个电话 然后李妈挂了电话 就给沐寒宇打了电话 沐寒宇正在开会 看到是李妈的电话 就接了起来 少爷 夏末打电话回来说 今天没有时间去接小糯米 李妈说 他没有说夏末让他去接小糯米 而是想让少爷想成 是夏末想让少爷去接小糯米的意思 沐寒宇勾了勾薛伯的唇 那我去接 沐寒宇挂了电话 对着会议室的人冷冷地说了声 散会 然后扬长而去 会议室的高管 看着挺拔离开的身影 目瞪口呆地睁大了眼睛 这会议才刚开始五分钟 然后总裁就走了 屁股都还没午热 总裁亲自要去接人 是要去接谁呢 这么着急 你们听说了吧 那个顾大明星 最近正在跟总裁闹绯闻 是不是去接他呀 很有可能 今天那个顾大明星才来的食堂 跟沐总一起吃饭 说不定这事还真是成了 豪门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啊 散了散了 高管一边聊着 一边收拾着东西 就都散了 回到岗位上做事 沐寒宇开着车到了幼儿园 他看没有问李妈糯米的下课时间 来的时候 小糯米还在上课 他正在上的跳舞的课 穆寒宇依然穿着最简单的西服套装 心肠的影子在阳光下 被拉得更加的修长阴挺 他步伐矫健像一头优雅的猎豹 俊逸优雅 他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上 毫无表情 精致得如同雕刻般完美的五官 一下就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孙老师很快地走了过来 他看着沐寒宇的眼睛泛着光 安安爸爸 你那边先坐着等一会儿 安安还在学跳舞呢 小糯米看到是爸爸过来 顾不得正在学的舞蹈 开心地蹦跶了过去 宝宾 你怎么来了 沐寒宇深邃迷人的黑眸一眯 没有了刚才的清冷 看着蹦跶过来的小糯米 眸光里温柔宠溺 小糯米今天穿着一件 漂亮的花裙子 细软的头发扎成了两个小辫子 看着他笑得眉眼弯弯的粉嫩笑脸 穆寒宇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从夏末回来 他就没有白天回去过 穆寒宇半蹲了下来 小糯米软糯软糯的身体 一下子就钻进了穆寒宇的怀里 歪以着小脑袋 爸比 我好想你哦 穆寒宇温暖的大掌 揉了揉小糯米的小脑袋 哼 我也是 你去学跳舞 爸比在这边等你 低沉雌性的嗓音宛如天籁 人长得帅 声音还这么好听 单单听着声音 都有种要恋爱的感觉 赵老师站在一旁很是花痴 安安的爸爸实在是太帅了 比他电视上看的明星都还要帅 他的轮廓 好像金刀雕刻过般的 完美的不可思议 英挺的健眉 挺直的鼻梁 曲线分明的薄唇 真的是帅出了天际 而且他的身上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 强烈地让人一眼都难以忘记 小糯米圈住穆寒宇的脖子 粉嫩的小嘴 在他的脖子上轻轻的 在穆寒宇俊朗的脸庞上 摸摸哒了一下 爸比等我哟 穆寒宇嗯了一声 被小糯米这么亲了一下 心里柔软地要溺出水 看着小糯米的眼神 更加的宠溺 小糯米转身 刚要往孙老师教舞蹈的地方走去 看到在一旁花痴的赵老师 直接掀起赵老师的手 把他拉走 穆寒宇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小糯米跳舞还是很有天赋的 跟着老师学的动作 也比其他的孩子要标准 小胳膊小腿的 扭得有模有样的 穆寒宇削薄的唇 忍不住往上勾了勾 露出了一个愉悦的笑容 忍不住拿起手机 把小糯米跳的舞给录了下来 还拍了几张照片 小糯米跳完舞 下了课 到了车上 小糯米 你跳舞跳得真好看 穆寒宇说着拿出自己 刚刚给小糯米拍的视频 给小糯米看 小糯米看得可开心了 穆寒宇瞇了瞇黑眸 看着开心的小糯米 糯米 你要喜欢跳舞 就去学跳舞 把逼给你安排老师 小糯米扎巴着眼睛 脑袋圆圆的转了两圈 跳舞他是喜欢的 可是妈咪会同意他去学吗 穆寒宇看着小糯米 先是开心了一下 然后又落寞下来的眼神 挑眉问 怎么了 不喜欢吗 糯米摇了下脑袋 不是 要问一下妈咪 穆寒宇宇宙地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你可以给妈咪打个电话问一下的 可以吗 小糯米乌黑明亮的眼眸 闪过一抹亮光 像是黑夜里璀璨的星辰 穆寒宇的唇角 琴着一抹淡淡的笑 可以 你给妈咪打个电话问一下 顺便问妈咪晚上要不要回来一起吃饭 小糯米原本开心的脸蛋浆在了那里 他抿了抿唇 稚嫩的声音淡淡地吐了出来 嗯 妈咪说晚上要忙得很晚 穆寒宇从他稚嫩的声音里 听到了小糯米有些难过 妈咪忙 我们可以去公司陪妈咪吃饭的 妈咪总是要吃饭的 穆寒宇说 小糯米那萌动的眸 立刻就变得亮晶晶的 像是天上的星星 扑朔扑朔地炸 小脑袋也啄了两下 嗯 好的 我给妈咪打电话 小糯米拿起了手机 打了夏末的电话 夏末刚刚接了起来 就听见小糯米开心地说 妈咪 把笔来接我了 夏末漂亮的睫毛颤了一下 哦 妈咪 我想去公司找你 可以吗 小糯米稚嫩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声音里带了些期盼 但是夏末却愣在了那里 穆寒宇去接小糯米 夏末倒是能理解的 毕竟小糯米是他的亲生女儿 只是他要把小糯米带到公司来 那他们会碰在一起吗 嗯 糯米 现在是上班时间 同事都在忙 你过来会打扰到大家的 而且妈咪也在忙 没有时间带你的 夏末慌乱地找着借口 他暂时不想接穆寒雨 虽然他知道 有些事情他必须得面对 但是他想等这一份策划案做完再说 妈咪 我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我会乖乖的 我等你下班再下去可以吗 小糯米恳求 约定牙